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脫迷 眾世尋到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這一集的《心子智庫》第八集 這一集呢 Kim想介紹一位文革期間的 一位四大才女之一的一位作者 相信可能大家都不會陌生的了 前幾段時間是由許安華 曾經執導拍攝到一段影片 故事主角的內容 都是介紹這位作者的 這位作者就是 你猜得沒錯 蕭雄 為什麼我選蕭雄呢 其實在文國的時候 四大才女 當然說到文國不改 很多人都會說張愛玲 位置擺得很高 比她生前的位置更高 但今集又不是說張愛玲 今集是說蕭雄 看到蕭雄呢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到那齣戲的話 其實都知道大概內容不去密 那 我自己本人覺得 其實 對很多人來說 聽到蕭雄的話 他們首先就會想到她的愛情 感情和生活 她的感情是非常豐富的 但當然啦 這一集不是說她的八卦 不是說 好像 說別人的感情和生活 但這件事 無可厚非 對很多讀者來說 都很感興趣的 那今集呢 我們就概括說一下蕭雄 有關於 好了 蕭雄 她的名字其實都有幾多下 我們說的蕭雄 她絕對不是姓蕭的 不是叫紅字 大家想起呢 大家想起中國就想到什麼 什麼是蕭雄 什麼蕭雄 一想到紅字 就更加想起 我國的共產黨 但是 這個絕對不是 因為以前有很多叫小麗 小紅 她的名字又有這個 譬如說 張桂環 也有叫張 張迪瑩 筆名字更加多 筆名字我們通常知道蕭雄 以為真的可以 蕭雄的筆名字 其實絕對不是 她的筆名字叫做 蕭雄 還有一個叫 蕭雄 另一個是 任司作為的人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 玲雄 和田梯 其實還有很多 不過她在不同的作品裡 用不同的名字 但是我們 比較多人熟悉的 就是蕭雄的名字 蕭雄姐的筆名字 記住 她不是姓蕭的 蕭雄這個人 提起蕭雄 大家就想起新來革命 為什麼呢 因為孫中山革命成功的時候 當時那一年 1911年 那一年 就是蕭雄 在哈爾濱出生 她在黑龍宮的 省過哈爾濱 那裡 就有一個地方叫做 呼籃 呼吸的呼 呼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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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裡 其實是一條橋 一條河流 她曾經有一本很著名的作品 叫呼籃河 相信大家 認識蕭雄的人 一定有提過這本書 如果大家未看過這本書 也可以不妨試一下去一些舊書攤 或者去現在 譬如在網上 有些都可以買到 她找到她的版本 她又出了很多的版本 這本書 因為也是頗為幾受歡迎 所以她也有再次翻版的 那說回蕭雄 蕭雄小時候 就是媽媽過了生 她在一個家庭裏面 是一個封建家庭 做男兄女 她在家庭裏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因為她很小時候 她媽媽就年輕了 爸爸又再娶了繼母 而當時只可以和她 大家可以聊到的 就是她的祖父 她的祖父 就特別對她很關心 有種愛心 所以她和祖父的關係 就比較在她的作品中 就認得 是說這件事 就說 嗯 你現在小小 你快點長大 快點長大就好了 那樣 因為蕭雄她的家境 其實也不是貧窮的 她是地主家庭的 那她呢 在家庭的後面 有一個後花園 在後花園裡面 根據她的作品裡面 有些瓜 有些菜 還有些不同的水果 什麼都有的 那她就可以在那裡摘東西 每一次她就可以在花園後面去玩 那跟她的祖父一起去玩 那段時間裡 她跟祖父的關係是相當密切 而在她的家庭裡 但是後期呢 當她的祖父都離開了 那她的家庭裡 就變得冷冰冰 在當時呢 她讀完 就是現在說的小學 叫做小學 然後呢 就在她的祖父的支持下 她就讀了中學 那當年你要記得一件事 唸初中 當年那個年代 在文革那個年代 可以去接受教育 其實一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不是因為潛意 而是因為社會 當年那些女士 就很多時候 在很早時間 就盲分押嫁 父母就去安排她們的婚禮 嫁給誰 那樣的 那當時她的父母 就跟她安排了一份親事 那份成親的對象 就是這個汪陰格的家 那汪陰格的內頭都是顯赫的 也都不是一般等閒的 而汪陰格她是一個教書的 那當時呢 蕭紅就讀完這個初中 就想去讀高中的 但是這個時間裡面 家就要她去結婚 那她就為了不想結婚 她其實不是不喜歡汪陰格的 因為其實在她作品裡面看到 其實她跟汪陰格裡面 大家都沒有說到不喜歡對方 其實汪陰格也都 都是我感覺上 比阿Kim的感覺上 其實她們兩個都喜歡大家 亦都很關心大家 不過只不過就是 蕭紅就覺得 她好像她很想讀高中才去 於是她就 家裡沒有人幫到她 她就想了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怎樣 就假扮她去結婚 就拿了一些嫁妝 那些錢一到手之後 她就離開了家裡 就走了去北京 就打算去讀讀書 那好了 當她讀書 在她讀完第一年之後 她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些錢就花了七七八八了 那她就靠表弟的幫助 幫她進入學校 然後最後她什麼錢都沒有 走投無路了 她就唯有投靠 當時原來她那個 一早成了親 即定了親的汪陰格 就走到那裡 去跟她一起找到地方 找了一間旅館 當時大家一起住了一個多段時間 那在這段時間裡 你可以想起 蕭紅是無依無靠一個女人 她就 仍然很年輕 當時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收入 很困難 連吃基本上 在她作品裡 連吃開飯都沒有錢 唯有靠她這個 結婚 即定了親事那位先生 那位未婚夫 應該這樣說 用現在的現代的話 她就跟她一起住 但住住下 始終汪陰格這個人 就是比較耐弱 那因為蕭紅是逃婚 在當時是很雕架的一件事 在封建社會裡 令到汪家就要把這個婚事取消 令到蕭紅家族的名聲受到敗狼 後來她家裡也是沒有辦法 結果她就在這段時間裡 甚至乎肚子大了 當她肚子大了 在這段時間裡 到汪陰格被她爸爸選擇 捉了回家的時候 家裡就要取消這批婚事 後來還有 曾經有些插曲 就是蕭紅是當年 那位父權主義偉大的 那她就把汪家告上法庭 就說她沒有這樣的理由 可以取消這批婚事 但最後 因為汪陰格比較耐弱 被家裡威逼 這批婚事是她親自同意取消的 結果蕭紅也沒有話可說 但在當時 說回那個女店 當汪陰格離開的時候 她是一元都沒有交下酒店費的 那個女費 剩下一大堆錢 她還未找 在那段時間裡 蕭紅就在那間 旅店賓館裡 給那個賓館的老闆娘 問她要交錢 她當然沒有錢給 沒有錢給 於是 那個旅店的老闆娘就說 OK 我等你 我要將你賣到那個妓院裡 會還錢 但當時她始終會帶著圖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那個女貫 那個 那個老闆娘 強行把她賣到的寄宅 似乎 被別人說閒話 於是 她想著 讓她 鎖住 其實不算鎖住 叫軟禁 總之 讓她住房間 讓她生了兒子 然後 才想著 賣她的寄宅 但 有時候 有些事情 命運的事情 安排得很 曲折離奇 很戲劇性的 在那段時間裡 又突然間水災了 在水災的時候 每個人 那些 住客 每個人都走 因為當時 整個地下都濕了 靠船 她唯有每個人都走 連旅費都不給 趁著這段時間裡 蕭紅又帶了她的肚子 又看到一隻船 她是爬在窗上 慢慢爬到樓梯 爬到船上 但當然 很多 劇情 我看了一部電影 中國已經有一個版本 拍過蕭紅 後來 香港的著名導演 許安華小姐 她又拍了一部電影 是黃金時代 關於蕭紅 說她是跳下去的 但這個畫面 我覺得未必是可以 因為你想想 如果由酒店 一跳跳到船上 其實她還帶了肚子 其實挺危險的 我覺得這一節 對我 對阿Kym來說 我覺得有些少少保留 真實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 就是有所保留 好了 這裡大概是說蕭紅的關係 好了 最令人說了溫音格 我們有留意到他們 後來呢 在這段 在未跳下去的船 蕭紅未離開那間旅店之前 蕭紅因為 沒有錢 連開飯也沒有 那怎麼辦呢 她唯有寫稿 因為她始終都是讀過幾年書 那她就在報紙那裡 當時有一份報紙 就叫做國際日報 那國際日報 那國際日報裡面 她是投稿 就賺稿費 那她把情況 就告訴了 那個編輯 那報館 那些編輯 就看到 咦 這位女士 真的需要 一位才女 真的需要幫一下她 看到她這樣的情況 戴著肚子 又 無親無妻 沒有人幫到她 於是 就迫著想想很多方法 幫她籌錢 還有用很多方法 甚至乎 編輯 連同記者 都走去 直接去那間旅館去探望她 那見到她那時候 當時 其中那位記者 就是叫做 她是用不命的 就叫做蕭君 大家都叫善蕭 後來 就說了更多 插曲 就是叫做兩蕭 那這個蕭君 最初 就見到這位女士 就是蕭紅 第一件事 她沒有錢 她又不會怎樣收拾自己 打扮到 就 撈撈撈撈 應該這樣說 就不是一位很漂亮的女生 應該這樣說 就戴著肚子 裡面就撈撈撈 當然 許安華 就找了湯圍去演繹 湯圍的確是一位美女 可以這樣說 大家要想一下 如果大家在網上看到 例如蕭紅的照片 年輕的時候 因為蕭紅的命是很短的 大概是31歲 到 她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她的生活 真的多姿多彩 或者感情生活更加豐富 她經歷的事情 由田孫虎藍什麼都有 所以才令到她可以寫到很多作品 她的作品 絕對不是跟一般人去學 我們今時今日去讀文學 去學怎樣寫作 她是憑著她的觀察力 她的感覺 她內心寫得很貼切 她可以一樣很痛苦的東西 寫得很平常 她就跟這位蕭君 當時就看在她那間酒 那個酒店中 也看到很多やって寫的東西 他的詩詞 書文 她很喜歡 於是 информ yap 她說 這些東西都 Going to behind 你寫 Boh 然後蕭紅說 為什麼 your name is your name 然後蕭 him 東說躍car 現在蕭君對這名女士 briefly 突然開始喜歡她 喜歡了她 喜歡她的才華 當然 也發生了對夫人 但是兩人之間 也發生了番煙 有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大家不要忘記 這段時間蕭雄的肚子是帶著肚子 還未生 他的肚子是懷著汪陰格的小朋友 他與蕭君發生了關係 蕭君當時的確可以幫助他 後來因為水災 蕭雄就離開了 不用付龐大的錢 然後和蕭君一起雙宿雙妻 蕭君後來發生了很戲劇性 因為大家知道文革時期 大家走爛 大家走來走去 又去過青島 又去過上海 又去上海遇到魯迅 當時魯迅大家知道 魯迅是寫的東西 是寫得很現實的 很殘酷的 是很諷刺性的 而且魯迅是有政治立場的 他是一個作者 當時大家從魯迅的角度 給阿Kim的感覺就很特別 他第一件事是穿著長衣 他有中國的情懷 但是第二件事 他已經沒有那條鞭子 那條尾是剪了的 他留著西髮的 而且他留著 他又不是像我們所說的耳屁雞 他留著一汁的梳 在這裏 好像日本人 有少許這樣的感覺 那魯迅就是 那魯迅就是 記得了 當時還有些人 還在吃鴉片 那些 那些 或者抽了一汁 魯迅就是吃了煙頭 那好吧 他寫了很多文章 那魯迅當時的避諱 已經是很 很有avortative 那他肯幫新人 即一些新力軍 在他的支持下 他甚至會支持他 當他見到 他被蕭君 即是 在他的作品裡演 還有 也都 有 說過一件事 就是蕭君後期 和蕭紅 因為大家是 搜尋得來 都有點磨擦 曾經 也有第三者的介入 有了三個關係 那麼 蕭紅和蕭君 那種關係 又愛 但是愛得來 又是很複雜 那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蕭君 有一段時間 是很器銳的喝酒 於走完之後 就打蕭紅 打到他的眼睛 就被蕭君 打到他的眼睛 這些都很戲劇性的東西 那麼 在這段時間 當他們兩者之間 關係差的時候 是有得到 魯迅的支持 那麼 他就支持了他 去日本 去繼續寫作 那麼 那段時間 就被稱為 黃金時期 黃金時代 因為那時候 根據蕭紅所說 他又不需要擔心錢 又不需要擔心 又沒有食物 又有地方住 又很安定 那段時間 那麼後來 因為某種理由 他又回到中國 那麼後來又淪陷 日本又侵略中國 在那段時間裡面 那麼蕭君呢 就很有那種 很堅持 就說一定要離開 為了要去打游擊戰 那麼就離開了蕭紅 大家分別 分開了 那麼蕭紅在這段時間裡面 就是寄託 又被他遇到一位 端木 端木紅樑 端木紅樑 其實大家聽到端木紅樑 就不要以為他是日本人 其實是他中國人 他原名叫曹漢文 端木又和蕭紅 因為照顧他的日常 慢慢慢慢 端木又和蕭紅 又有了一種關係 結果更後期就是大家結了分 那好了 當端木和蕭紅 即是談戀 大家在一起那段時間 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真的蕭紅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從玄學角度真的明白 但明究竟是不是真的命 是否真的命運安排 上天的安排 還是在我們的性格上 那個選擇 神給我們有不同的選擇 而蕭紅選擇了不同的 去到蕭紅和端木紅 結婚的時候 其實當時又很尷尬 蕭紅的肚子 又是帶著肚子 但這次他帶著肚子 就是蕭文的小朋友 好了 兩次蕭紅 其實蕭紅 雖然他的感情生活 比較複雜 或者豐富 你可以這樣說 但每一個 其實蕭紅是喜歡汪英甲的 當他遇到汪英甲 而汪英甲也很喜歡蕭紅 不過很可惜 汪英甲是一個很耐落的人 家裡給他一點壓力 他就怕了 那就不再理蕭紅了 好了 蕭紅懷著他的骨肉 然後就遇到蕭君 跟蕭君在一起 但當跟蕭君分開了 那段時間 他又遇上了另一個 叫做端木紅娘 端木紅娘跟他結婚的時候 他懷著蕭君上一手的 就是那個小朋友 在肚子裡帶了肚子 所以他們的婚禮很簡單 在婚姻裡面 我不是在說蕭紅 說蕭紅是一個很水性羊花的女士 絕對不是她一個才女 不過只是命運 或者應該說她是一個很堅強 很剛烈的一位女性 雖然她仍然愛蕭君 忍受著 即使被蕭君打壓也好 她也是沒有周圍提出分手 她也繼續跟蕭君在一起 但後來始終都是畢竟 兩個人有時圓盡的事情 就是大家分開的 好了 所以正確地來說 端木紅娘 因為她跟蕭君是沒有結婚的 她跟汪恩甲那個定了親 但後來取消了婚約 正正式結婚的應該是端木紅娘 端木紅娘由於蕭紅 在31歲左右已經過世了 後來她大概20年後 又娶了另一位太太 但到她老的時候 到80歲的時候 她還依然很多資料 其實都是靠她的先生 就是這個端木紅娘 就是我們簡稱端木 靠端木說出來 但當她跟端木結婚之後 她打算生了兒子之後 首先還要補充一件事 她第一個小朋友 即是跟汪恩甲那個小朋友 她當時連吃飯錢都沒有 她在醫院裡面 立即就走掉了 在賓館裡面 就進了醫院 就生了那個小朋友 生了那個小朋友 生了那個小朋友 她看都不看那個小朋友 她知道她自己沒有能力去養這個小朋友 就把這個小朋友送給人 後來她有一篇文章叫《棄嬰》 就把自己的耳子送給人 她從頭到尾連她的養都沒見過 一出生就送給人 在她作品裡面 她只是聽到隔離房 有寶寶仔哭聲 但她知道那個就是她的兒子 然後她就懷了第二胎 第二胎就是跟蕭君 但當她跟蕭君懷了那個胎 沒多久 那個也是死了 但她有個丈夫就是端木 這個端木後來又是因為有些原因 又跟她分開了 就唯有靠找她的朋友 那個就是諾賓基 那諾賓基其實是一個很年輕 一個其實不是太了解的蕭雄的人 但跟蕭雄接觸也不是特別多 但她又是愛上了蕭雄 那在魯迅 魯迅就好像她的爸爸一樣 一直很照顧她 但當然了 坊間又有很多人會說 蕭雄可能和魯迅也有路 但這件事我覺得 阿堅覺得是不可信的 因為她看得很清楚 一件事 就是 魯迅當年她支持蕭雄 是因為看到蕭雄 真的當她是個女人 蕭雄看到她的身世是這樣 也盡她一番能力 看到她這麼有才華 即是她就幫一下 即是 那些 晚輩 應該這樣說 她用前輩的身份去幫她 不論是錢 或者是生活費 或者各方面 真是如果沒有了魯迅 其實蕭雄也挺難捱下去 還可以去到日本去 繼續去寫作 去寫她的文章 那蕭雄也寫了 譬如希英 說她自己的兒子沒有了 送過給人 然後也說了一個叫生死場 就說到人的生死 是 在兵方馬亂 生死真的 是很平常的事情 他也不是寫得很悲哀的 因為或者是那個年代 那好了 生死場 其實就是在魯迅的極力支持 其實是一本很著名 但是由於這個 裡面有很多書 就是有些書 就在當時的情況下 就被政府禁止 作為禁書 就不被人賣 譬如有拔蝕 有很多的 那好了 我們在討論到 譬如說 在對阿Kim來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蕭雄的感情生活 其實我不會穿在這個 汪欣甲 因為汪欣甲給我感覺到 好像羅夫一樣 而蕭君呢 蕭君似乎跟蕭雄 其實性格方面都很合 但是大家都很珍惜彼此之間的關係 雖然中間有三國戀 曾經有婚愛情 不可以婚愛情 因為他們都這樣 我不會結婚 曾經有三國關係 但是呢 我又會在想一件事 蕭君為了打游擊戰 就拋棄了蕭雄 暫時離別 或者這麼說 那 究竟是否真的暫時 現在當然說是直接拋棄 但是 如果當時劇情是 調花轉 或者命運 調一調轉 蕭君回到台去找蕭雄 可能情況又不同了 但是後來歷史告訴我 蕭君後來又是 認識了另一個 跟另一個女人一起 又結婚 生了兒子 好 好像生了八個兒子 八個兒女還是多少 七個還是八個兒女 我不記得 好了 在我的角度來說 究竟 蕭君 是否一個 不負責任的男人 還是一個 他當時的心態是很矛盾的 他要是做一個不負責的男人 不要理蕭雄 就自己去打遊擊戰 愛國 但是 如果他跟蕭君在一起 他就變成一個負責任的男人 但是 他就變成一個不負責任的國民 他在各個國家的角度來說 他不去打仗 不幫忙 反而和一個女人一起 他就變成一個不愛國的男人 其實他都很矛盾 但最後蕭君選擇去打遊擊戰 他就放棄 和蕭雄在一起 而蕭雄也各有各奴 這樣 有時 你這裏 又會令到 阿勤感覺到 神呢 有時是被人有不同的選擇 隨著不同的選擇裏面 我們也有 隨著時間 我們會由 變成沒有 由沒有變成有 大家試想一下 我們小時候有的東西 現在可能已經不再存在了 大家想一下 小時候很開心 認識到同學仔 可能大家現在已經沒有聯絡了 但是 以前沒有的東西 可能現在已經有了 可能以前你是未結婚的 現在你結婚了 有了子女 以前你是一個學生 現在你在做事 或者擁有自己的東西 人就隨著時間 神好像拿走我們一些東西 但是又換回另一些東西 但是不要忘記這個選擇 是永遠都操縱在我們的手裏面 我們作出不同的選擇 當然要負上 後果和責任 但是 即使我們做了選擇之後 命運的安排 有很多事都不是由我們所控制的 所以我希望在現在這個社會裏面 大家可以 不要提及政治 先說一件事 大家可能說 三餐溫飽 我相信很難懷疑 現在有人告訴我 會餓死 我都說 我不吃完這頓飯 我會餓死的了 在香港的地方 你說餓死人 的確會令人相信 因為即使你沒有食物 你沒有錢 沒有食物 你也可以去吃外人的地方 去拿食物 我相信 說得難聽些 黑個麵包都會黑到你 好了 那我又要說回 後來 大家知道 蕭紅 在香港 淪陷 那段時間 即是日本侵 攻入香港 那段時間 後期 他在這段時間死了 他還沒死之前 他當時 送了去養和醫院 當時的養和醫院 記住 那時候搞錯了 他以為是 甲狀腫瘤 把甲狀腫瘤 切除了 其實根本上不是甲狀腫瘤 他一直生病 那後來 將他轉去馬利醫院 那在香港的馬利醫院 結果最後 他還是不行了 那在他死了之後 那 根據 據說 這件事未經確實 就說 一部份的骨灰 就埋在這個 香港的淺水灣附近 那另外一部份的骨灰 就埋在這個 即是西環 那個姓氏堤犯 女子中學那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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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Kim有沒有去兩大電風去看過 究竟是否真的 是這裏 那裏 那就有待大家 就是 觀眾 如果你們是有 有興趣的 不妨去 去 看一看 那 考證一下 那今集呢 就是先說到這裏 那 記住 大家如果支持 這個節目的 我們的新知之父 就希望大家去訂閱我們 我們 Kimsengji Channel 和這個 李器文斯智學研究社的 那 順便提一提這裏 我最近都留意到 網上有很多人用金心智的名字 那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些就是 總之不是我們 official 的 Channel 或者是一些 有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和有一些 原學大師 把我的名字放在一起的 那些就絕對不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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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ial Channel 那些 Channel 是 不知道為什麼 網上有很多 可能他們為了賺那些 廣告費 有很多 三毛黨 五毛黨 做了很多事情 那這個順便說一說 就好像一位大師 不怕開了名字 我記得有一位前輩 就是 李居明大師 那他就說了一句話 我記得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在大陸 中國 有千千萬萬個李居明 那我現在都發覺 我這些就是 small potato 就是 一個小人物 那我發過網上 都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很多個更新紙 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根本上 我是沒有助手 上去的 不知道為什麼 在網上 Youtube 裡面 都有很多個 很多很多寫著 甘生紙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 那大家如果看到的 就 就是 澄清一件事 都不需要卡 因為那些都不是我 Channel 的節目 那如果大家是真的 要看回我們做的節目 我們都會在我們官方 那個 金生紙 李喜文獅子學研究社 官方 Channel 裡面 還有 金生紙 Official Channel 裡面 那些才是 我們會放下去的 其他那些 就可能 不知道他有什麼去到 或者不知道他怎樣 卡了我的照片 現在網上有很多方法 那今集就說了這麼多 但如果大家支持我們這個節目 不妨就 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多謝大家 拜拜